毫无疑问 农业的发达是成为一个强国的基础条件 只有农业发达才可以保证一个国家拥有足够的粮食供应 防止饥荒和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发生 也只有农业发达才可以使一个国家减少对外部粮食的依赖 增强自主性和避免受到外部因素的威胁 本期视频我们盘点了5个农业最发达的国家 他们的农业现状是什么样的呢 接下来我们就去一谈究竟 第五位 法国 法国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国家 它的农业生产水平和质量在世界上都有很高的生育 法国是欧洲第二大的农业生产国 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葡萄酒生产国 法国的农业高度机械化生产率很高 法国的主要农作物有小麦 大麦 玉米和水果蔬菜等 畜牧业以饲养乳牛 肉牛和羊为主 总之 法国农业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的产业 它为法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位 德国 德国是欧洲最大的农业生产国 也是世界上最先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国家之一 他们用了50多年从农业落后国 一跃成为世界农业科技的龙头 能有如此成就 主要还是因为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科技创新和人才的培养 以教育和科技为依托 努力推动农业科研院的建立 并且出售国家的工业股份以发展农业 德国的农业用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一半以上 约为1900万公顷 其中三分之一的土地用于种植穀物 小麦是最主要的作物 其他主要农作物还有大麦 玉米 油菜籽 水果和蔬菜等 修米叶也是德国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占农业产值的近一半 主要以饰养奶牛 猪 羊和禽类为主 值得一提的是 德国的农场数量在不断减少 但规模在不断扩大 这表明 德国农业正在高度机械化和集约化 第三位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一个农牧业发达的国家 属有其在羊背上的国家之称 澳大利亚的农牧业产品 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是世界上最大的羊毛 牛肉和乳制品出头国 澳大利亚的农牧业用地有4.4亿公顷 占全国土地面积的57% 他们的农业主要以家庭农场为主 主要农作物有小麦 大麦 油脂 棉花 凶业以饰养绵羊和牛为主 第二位 加拿大 加拿大拥有广阔而肥沃的平原 适合农业机械化生产 他们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粮食援助提供国 农业食品业是加拿大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 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8% 加拿大政府也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 农业保险制度十分的完善 他们的生产技术水平高 效益高 产量也很高 目前 加拿大的主要农作物有小麦 大麦 油菜籽 棉花 蔗糖和水果等 畜牧业则以饰养牛 猪 羊为主 第一位 美国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 拥有高度机械化和高效率的农业生产 虽然美国的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不到3% 但却能够养活全国3亿多人 而且还能够有大量的农产品用于卖给其他国家 美国的农业如此之强 不得不说也跟得天独厚的这样条件有关 比如肥沃的土壤 充足的水源 广阔的平原和温和的气候 都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而且 美国70%以上的耕地 都是以大面积连片分布的方式 集中在大平原和内陆地缘 十分适合农业机械化生产 美国还搞了一个叫农业生产地区专门化的东西 就是指一个区域内 根据自然气候等因素 专门生产一种或几种农序产品 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农业专业生产区 这样一来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和农场组的收益 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先决因素 另外一方面 美国也十分重视农业科技创新和人才的培养 他们在转基因技术 生物技术 智能化技术等方面 都出于世界领先水平 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做出了重要贡献 好了 本期的高套网就到这里 最后还是要跟各位领导求个赞 希望您能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感谢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